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22日 星期五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在聯合國大會召開會議之際 9月20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 民主黨人梅亂德斯 與外委會資深共和黨參議員吉姆·里斯 共同發表聲明 呼籲美國更多在國際社會中支持台灣 同時台灣首次公佈官方軍事報告 因此格外引起區域關注 而美軍兩艘高度保密的無人水面艦艇 已經抵達日本基地備戰 請聽報導 據美國之音的報導 兩位議員在聲明中說 中共政府一直試圖利用這個決議 來加強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 這與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同 實際上 2758號決議並未提及台灣的地位 而且與北京的說法相反 決議的通過並不意味著 國際社會接受中國對台灣的主張 聲明最後說 台灣有意義地參與國際組織 完全符合聯合國大會 第2758號決議的文字和精神 美國與其志同道合的夥伴 必須付出更多努力 來支持民主 和我們的台灣夥伴 與此同時 台灣國防部近日公布了 兩年一到的2023年國防部告書 由於這次是在兩岸情勢緊張 與俄羅斯入侵穆克蘭之後 台灣首次公布的官方軍事報告 因此格外引起區域的關注 BBC報導說 這是台灣總統蔡英文任內 最後一次發布的國防白皮書 與2021年的報告書相比 有關中共軍力威脅台灣的討論 篇幅增加近兩倍 對此 台灣國防戰略與資源所所長蘇紫雲 對希望之聲分析 國防報告書是法定的一個報告 特別受注目 第一個是因為俄羅斯戰爭之後 台灣首次出版了白皮書 第二個裏面有很多新的思維 在政策層面是戰略手勢 這是不回動 屬於阻嚇的一個戰略 變動比較多的是在作戰層面 就包括反制作戰的能力 就列為一個重心 再來將不對稱的兵器 比如說無人機也放進去 因為台灣地理上的中心比較不足 所以將這種中長程的火力往外推 就可以增加防衛圈 白皮書在軍事層面 就是令台灣的防衛 成為一個同心圓的狀態 另外 外界觀察到報告中還特別提及 中共海軍計劃 2025年服役的福建艦航母 成為台海防務的焦點 這樣福建號航母又有什麼不同呢? 蘇紫雲說 因為福建號航艦是一個正規航艦 主要是放在台灣的中共軍力報告威脅裡面 因為它是正規航艦 所以它可以搭載的飛機比較多 它可以搭載空中預警機 它成為中共真正一手所謂 南水海軍的航艦 目前的山東和遼寧 都是屬於陸水海軍 意思就是它還是需要陸上軍機的掩護 福建號就可以遠離海岸 真正具有獨立的作戰能力 所以它可能就可以從台灣東岸發動夾攻 而台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 余忠基將軍認為 福建號和山東號遼寧號不一樣的地方 是它的整個戰機的起降 是透過電磁彈射的方式 不像前兩手的航母是滑跳式 會克服了遼寧艦和山東艦不足的部分 可以想像 台灣面臨來自東部的空中的威脅 將會大幅提升 這樣對日本對美國都是一種新的威脅 不僅是對台灣而異 《台灣白皮書》中還提到 在目睹了烏克蘭戰爭之後 台灣在防衛戰術上的調整 包括全民備戰或者和盟友的軍事協作等 這樣台灣怎樣有效應對中共的升級挑戰呢? 如忠基將軍表示 台灣國防白皮書今年特別強調 而貿易要和後備部隊加強城鎮作戰的能力 就是在離台灣最近的對岸的農田和維安 還有漿州三個機場 事實上共軍都正在擴建 機場擴建的目的就是 是劍指台北政經中書非常明顯 他就希望能夠速戰速決 《台灣白皮書》中提出 當前最有效的國防戰略就是重層防禦 就是要從源頭打擊 然後聯合防空海上截擊 再來就是國土防衛 中共想要達成速戰速決的目的 他將非常困難 9月20日 美國參議院表決通過 由空軍參謀長布朗 Charles Brown Jr. 出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布朗是一名有經驗的戰鬥機飛行員 曾經在歐洲、非洲、中央和印太等 四個戰鬥司令部執行過多項任務 而他在指揮太平洋空軍期間 有抗衡中共的空中戰略經驗 這將有助於美軍應對中共的挑戰 布朗認為 共軍是有能力在台灣附近 和周邊部署軍力展開行動 因此 五角大樓已成立了一個高級整合團隊 來加快提供台灣的自衛能力 亦在通過軍事訓練等方面協助台灣 布朗主張 與中共恢復軍事接觸 來降低風險避免發生危機 但同時 為應對突發戰爭 布朗打算要提前解決後勤挑戰的問題 另外 今日《華爾街日報》釋放了一個重要的信息 9月18日 美軍兩艘高度保密的無人水面艦艇 抵達駐日本美軍第七艦隊的橫水賀基地 這也是美國海軍無人艦艇第一次跨越太平洋航行 也是第一次部署在駐日本的美軍基地 外界認為是在測試艦艇內用性的基礎上 為未來可能和中共發生台海衝突做好準備 美軍指揮官傑里米亞戴利表示 自動駕駛無人艦艇能夠令兵力倍增 能夠代替海上打擊群中的驅逐艦 追蹤敵方目標 而且這類艦艇相當成本低 能夠在敵方火力範圍內作戰 他還透露 在過去一個月裡 這類艦艇參加了2023年大規模演習 與美軍的民心號航空母艦和他的打擊群聯合作戰 目的是對無人艦艇這種新技術進行評估 華爾街日報稱 美軍正在制定新戰略 來應對西太平洋地區的任何衝突 例如可能發生的台海戰爭 而無人艦艇的潛力已經在烏克蘭得到證明 事實證明 無人攻擊艇可以有效地對抗俄羅斯 更強大的海軍 美國傳出軍門經費在國會卡關 兩黨無法達成共識 最快下個月起就無法再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而波蘭一直是烏克蘭的堅強軍事盟友 不過兩國最近幾天 因為糧食禁令鬧翻 在聯帶的演說不歡而散 綜合美國傳媒報導 21日澤連斯基抵達國會山 與美國眾議院議長默卡錫會晤 默卡錫表示 他不否認俄羅斯的暴行 但美國政府必須為納粹人負責 所以他想問問澤連斯基 關於獲勝是否有任何計劃 並要求烏克蘭為這些花了的錢負起責任 《紐約時報》指出 近幾個月來有三分之一共和黨眾議員主張 縮減烏克蘭軍援 甚至威脅集體抵制一切與烏克蘭援助相關的空投資票 否則就要將默卡錫趕下台 21日澤連斯基發推文說 《我見到部分眾議員包括議長默卡錫和前議長佩洛西》 《我強調烏克蘭的獲勝將確保俄羅斯或任何其他獨裁政權 都不會再次破壞自由世界的穩定 為了勝利必須團結一致共同努力》 查連斯基與美國兩黨領袖見面後 又在五角大樓會見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然後將會到白宮與拜登會面 拜登上個月向國會提出增援烏克蘭的預算案 包含武器及人道援助 總金額高達240億美元 這亦是繼去年450億美元關門後 拜登政府再次提出增援要求 如果在國會無法通過 下個月起烏克蘭將會無法再獲得美國的武器 另外在烏克蘭大反攻的關鍵時刻 20日波蘭宣布不再提供烏克蘭武器後 但21日承諾將會履行和烏克蘭現有的軍備供應協議 查連斯基表示 有些國家只是假裝支持烏克蘭發動反攻 奪回租俄羅斯佔領的土地 這番言論令波蘭當局大為不滿 由於波蘭與烏克蘭西部接釀 美國和其他國家援助烏克蘭的武器 大多數要經過波蘭轉運 此外波蘭也收容了大約100萬名烏克蘭難民 而波蘭為了保護自家農民利益 禁止烏克蘭穀物進口 導致兩國緊張情勢日益加劇 俄羅斯切斷了戰前使用的黑海貿易行道 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 將當地市場價格暴跌 歸咎於烏克蘭穀物進口 歐盟5月同意推出限制措施 允許烏克蘭產品繼續經由這五國運送 然而歐盟執委會15日決定結束這項進口禁令 認為這五國的市場扭曲情況已經消失 波蘭、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隨即宣布將會抵制歐盟的舉措 21日立陶宛總統魯塞達在紐約 將扎蓮斯基和波蘭總統杜達拉聚在一起開會 商量如何解決兩國間因為糧食運輸引起的爭端 魯塞達提議增加透過納園的過境 從而減輕波蘭政府的壓力 他說 烏波分歧必須盡快解決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最重要目標 保護歐洲免受俄羅斯侵略性擴張主義政策的影響 必須找到解決方案 以避免雙方矛盾進一步加深 杜達對TVN24電視台表示 總理關於不在武裝烏克蘭的言論被錯誤地理解了 我們不會向烏克蘭轉讓目前正在購買的新武器 烏克蘭也表示 雙方將會在未來幾天就糧食爭端舉行會談 並說兩國仍然保持密切關係 至於後續如何 我們會繼續追蹤報道事情的進展 另外CNN說 烏克蘭特種部隊已經進入蘇丹參戰正打擊受俄羅斯扶持 華格納支援的蘇丹武裝派系 自使蘇丹部隊接連遭到無人機襲擊 說明烏軍不僅在俄國境內襲擊俄軍 還要在非洲甚至全世界各地 全面攻擊俄羅斯勢力 烏克蘭外交部長庫列巴表示 烏克蘭的目標是將俄羅斯從非洲區趕出去 英美正培訓大量擅長使用無人機的 有經驗烏克蘭職業軍人到非洲作戰 他們將會成為西方控制非洲 對付俄羅斯勢力最好的兵力來源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號在記者會上重申 絕不可容忍俄羅斯的威脅 將會密切關注中國在非洲擴張影響力的動向 時政推主Alex Chan認為 烏克蘭正等待美國ATACMS短程彈道導彈 和德國500公里射程金牛座巡航導彈 同時在美國支持下加速生產海王星巡航導彈 俄烏戰爭的勝利也是拜登勝選最大的籌碼 烏軍只有年底前到達亞速海岸 明年才能順利結束戰爭 美國媒體9月21日報導 兩艘美國無人艦艇正式前往日本服役 這是無人艦艇首次被部署在中國附近海域 《國會報》引述美國海軍的聲明表示 無人水面艦游騎兵號和水手號 已經在9月18日抵達日本橫須航 在抵達日本之前 兩艘船隻也和卡爾文森號航母一起參加了在太平洋的軍事演習 華爾街號報指出 這次部署的目的是 測試無人艦艇的監視和攻擊能力 可用在該地區對抗中國 美國太平洋艦隊副司令康伏斯少將說 無人艦艇和自主技術是發展分散式海上作戰框架的關鍵 通過擴大我們在太平洋的存在 並提高艦隊的殺傷力 我們為自己提供了更多選擇 以便各級領導層做出更好的決策 星期四美國海軍宗教戴利 在無人水面艦游騎兵號上發表演講說 在搜查敵方目標方面 無人駕駛船隻可能會取代驅逐艦等大型船隻 這些無人艦艇目前沒有攜帶導彈 但具有搭載導彈的能力 在2021年的一次測試中 游騎兵號成功發射了SM-6艦截導彈 美軍表示 無人艦艇和有人駕駛的同類艦艇相比 運作成本要少 並且可以讓人有駕駛的船隻遠離敵方火力 由於擔心中共攻打台灣 美國致力於擴大在海洋領域的軍備投資 五國大廈計劃在未來兩年內 加大對無人機和自主系統的投入 以便在這個領域對抗中共的影響力 我們來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日經亞洲21日再爆料 因為不滿習近平整肅軍隊 一名共軍元老在北大河坐鎮鴨 有評論認為 內鬥已經造成中共內部混亂 習近平目前等於是與太子黨進行決鬥 容易引發兵變、政變 日經亞洲社卵贊稿人鍾澤克爾 日前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習近平在今年夏天的北大河會議上 因為國家方向問題受到中共元老們斥責 21日 他進一步引述消息來源發表文章指出 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上將慈浩田也出席了這場會議 他提到 其中一名前往北大河的中共元老 是前中共國家副主席曾慶紅 而在會議進行時 慈浩田就坐在他身邊 慈浩田雖然全程並沒有發言 然而無聲的行為也被認為值得思考 這樣的行為被解讀為 共軍元老對習近平施壓 表達對於一系列整肅軍隊行動的不滿 鍾澤克爾提到 無論軍方對整肅有多少不滿 都無法直接表達 因為他們必須捍衛共產黨 因此退休的軍隊元老們 不得不向共產黨的領導人 傳達目前軍隊內部的情況 他分析 在整肅火箭軍後 新任的火箭軍司令王口斌 和政委徐西成分別來自海軍和空軍 由於火箭軍需要專業的操作 外人難以快速而熟練的調度火箭軍 不難想像軍隊內部尼曼著強烈的不滿情緒 這樣的情形下 如果負責軍隊行政和對外關係的國防部長李常福也被撤緩 組織內部的動盪必然加劇 鍾澤克爾認為 軍隊內部整肅、動盪和不滿情緒的蔓延 可能和密切關注軍隊的赤浩田 在北大河會議中沉默施壓有關 在中共內部 目前不僅是軍隊動盪 外交部也出現混亂 秦剛避免去外長職務後仍失蹤 回鍋擔任外長的王毅近期外事活動頻繁 他兼任的兩個職務的頭銜 中央外辦主任和外交部長交替使用 分析認為 這一現象突顯中共內鬥致使人士安排混亂 根據中共外交部官網 9月20日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聖皮特寶會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外辦主任王毅 王毅重申擔任外長後 有40多次公開的活動 除了固定的頭銜中央政治局委員 另一個頭銜大部分使用的是外長 小部分使用中央外辦主任頭銜 此有些規律是 在正式外交場合 王毅的頭銜多用外長 如果不是會見外長 一般就用外辦主任 不過也有例外 好像他在馬爾濤 會見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而使用外辦主任頭銜 但在當地會見馬國總統和外長 仍然使用外辦主任身份 而近日響望斯科 他以外辦主任身份出席戰略安全磋商 和俄外長拉夫羅夫會面時 就改用外長身份 見普京又用回外辦主任身份 在中共外交系統 中央外辦主任地位高於外長 外辦主任是政治局委員 而外長就是國務委員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 9月21日對大紀元表示 現在中共外交這種異常狀況 歸根究底是因為內鬥引發的 也就是從秦剛突然出事開始的 這個投行混亂問題 對應的是中共內鬥帶來的混亂 王毅雖然頻頻換身份 這本身就是一種尷尬的狀況 此前多方消息指 因為習近平在8月參加南非金專峰會期間 頻出狀況 王毅曾被勒令寫檢查 近期他又陸續恢復露面 屬於中共正程的自由派法學家袁洪斌 9月18日對大紀元表示 據中國國內一個信息源披露 王毅是提交的檢查裡面 將自己罵到一文不值 才過了關 中央大學社會科學系兼任副教授曾建源說 中共整個黨國體制內部暗潮洶湧 可能實際內部鬥爭權力傾擇的情況 比我們看到的更加嚴重 資深媒體人唐浩在《十字路口》節目中分析 習近平這次軍隊大清洗 等於是與太子黨進行決鬥 但可能會招來更多風險 容易引發兵變、政變 習近平對中共軍方發起空前整縮人人致危 近日在中央軍委全軍會議上 軍委僅有苗華一人出席引發大量關注 根據中共解放軍部9月20日《大蝙蝠》報道 全軍基層三大組織聯建聯創試點工作交流會議期間 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 出席會議發表說其他參與的人員包括 來自海陸空和火箭軍等多個軍種的將軍和軍隊人員 在中共官媒央視新聞的畫面當中 在四名軍事委員當中苗華坐在主席台上 而其他三個軍委李尚福、劉鎮立、張聲文都沒有露面 而在幾天前的軍隊教育會議當中苗華主持會議 軍委副主席何衛東發表了說 張聲文出席了會議 但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李尚福和劉鎮立三人不見蹤影 在中央軍委七人當中 習近平擔任軍委主席、張又俠和何衛東擔任副主席 國防部長李尚福、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鎮立 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和幾位書記 火箭軍出身的張聲文組成四名軍委委員 然而現在累計已經有四人缺席關鍵場合 反映出中共軍委動盪非凡 路透社等媒體報導說 李尚福和其他八名高官 在上星期因為和軍事裝備採購有關的 腐敗行為接受調查 在沒有出席會議的軍委當中 中央軍委當中兩個有實戰經驗的將軍 劉鎮立和張又俠據存有麻煩 而在19日 資深媒體時評人士蔡慎坤在X平台發布消息說 張聲文也都已經被查 他此前查處火箭軍將領和一大批軍中將領 都是他積極推動 因而也都得罪了諸多軍方將領 包括曾經提攜栽培他的高級將領 評論次媒體人江峰認為 目前看來習近平已經擴大了整個 宿稱軍隊系統的動作 從火箭軍一個軍兵總全部整頓 到總裝備部全部整頓 現在向總後勤部蔓延 這樣超越了毛澤東時期任何一次對軍隊的清洗 新唐人引述資深傳媒人唐浩的說話表示 古今中外只要領導人和國家的武裝力量 發生信任危機彼此互不信任 就很容易爆發兵變或政變 例如毛澤東和林彪 普京和華格納的保利過任 所以習近平和軍方互不信任 不達很難大規模地出兵對外作戰 還可能隨時爆發內戰或兵變 多謝收聽這一節的今日新聞 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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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會